是否很特別呢? 記得之前我們和大家介紹過 在台灣也是有一間馬桶餐廳 各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為裝飲食的器皿都是馬桶的造型 但現在我們看到店主 可能是考慮到大家心理接受能力的問題 以浴缸造型為主,比較溫和一點 的確也是 轉個話題,現在很多人養寵物 寵物病了,主人的確心痛 這段時間可能因為天氣熱的問題 很多寵物出現了甩毛和爛牙病症 去醫院看的話,差不多爆棚 但獸醫說跟天氣無關 主要是大家餵食的方法可能有問題 因為餵養寵物都是一門學問 我們今天跟大家說說寵物寶劍的妙招 卡拉現在四個多月大了 生性活潑,人見人哀 非常受大家歡迎 但最近小主人就發現 卡拉有點口臭 令到小主人非常遺難 他通常都是用牙刷和牙線 來幫卡拉清潔牙齒 為何還會有口臭呢? 所以很多醫師推薦 人們推薦牙齒 他們推薦牙齒 也推薦牙齒 這是瘋了 湯姆醫生在獸醫診所工作了二十多年 他發現很多狗狗都有牙丘病 同時發現他們的主人 還用各種各樣的狗糧 來給狗狗享用 來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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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吃飯了嗎? 的確又是 一粒粒的狗糧 怎麼能夠清潔狗狗的牙齒呢? 不過不用怕 湯姆先生說他有妙招 狗犬跟狗應該可以吃حتadan eat their proper food isi big pieces of raw meat 豢 Toronto 那些ハ得ahed and chew and paw and floss and clean their food 湯姆醫生的我濡焦壹 給狗狗吃大塊的生肉骨 越大塊就越好 狗的祖先 原本就是肉食性的動物 給她們吃大快包著肉的生骨頭 可以充分按摩和刷洗牙齒 妙招壹 給狗狗吃整個雞骨架 狗狗拆牙的同時 也可以鍛鍊一下頭、頸、上肢的肌肉 妙小三 被狗狗吃一條新鮮的魚 最好不要去內臟 少去的內臟對狗狗來說營養十足 這些食物對狗狗來說非常健康 牠們能夠和消化毛充分作用 很快就被消化和吸收 牠身上沒那麼臭 一般狗,特別是狼狗 發出很多味道 牠吃了以後就會好很多 你看現在很乾淨 黃昏傍晚時是狗狗最佳的進食時間 一天只餵一餐就可以了 一個星期還可以餓牠一兩天 只要達到狗狗應該吃的食量就可以了 湯姆醫生介紹一種計算出狗狗食量的辦法 先秤出狗狗的重量 乘餘2%至3%就是狗狗一天的食量 乘餘20%就是狗狗一週的食量 如果狗狗有25公斤的狗狗 吃牠每週五公斤的食量 這些妙招可以令狗狗無口臭 預防牙周病和其他慢性疾病 狗狗食出健康來 主人都可以省一筆醫療費 一舉兩得 不妨給你的愛犬都試試 新倍快樂 朗ки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